这一案是我们国内首例检出境外移入 确定是AY4.2的个案 新型病疫株AY4.2现中全球至少42国 台湾也出现首例 一名50多岁英国籍男子 22号从英国入境台湾 没有症状但裁检养性 CT值19 检疫期间就送往医院隔离治疗 对社区没有威胁 它也是一个突破性感染的案例 它在先前已经有接种过两剂的BNT疫苗 满14天之后才入境到我们国内 特别就是说CT值19 它竟然还无症状 所以也许有机会 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快速感染 快速复制 但是却不至于造成身体的严重免疫反应 所以也许我们会比较乐观的猜测 也许我们所面对的免疫风暴会下降 但实际情况还等到大数据陆续累积 第二季的时间 那你要自己上那个议员平台 先看一下公告 但医师也认为 或许是因为个案已经打过疫苗 因此没出现症状 反观台湾 二级覆盖率才刚破三成 即使AY4.2没有进入社区 仍不能松懈 或许可以考虑 再加上一个上机前的一个快筛 在上飞机前 先了解一下 有没有可能其他病毒存在的问题 来减少入境前7小时 PCR检验 无法去确知病毒感染状况 施打疫苗的民众 AZ请往左 BNT往右 加强措施更要扩大疫苗保护网 指挥中心公布13期规划 不论是一剂还二剂 都能选择BNT和AZ BNT第一剂提供给12岁以上民众 二剂则是10月8号以前 接种满18岁的人 至于AZ第一剂 50岁以上民众可预约 第二剂也是18岁以上 接种满10周就能来打 特别注意一下预约的时间的差别 就BNT是11月3号的上午10点 AZ的部分是11月3号的下午2点 那施打的时间是从11月5号到11月12号 这波有超过240万人符合资格 至于最先打到BNT的青少年 何时能打二剂 指挥中心表示 近期会先发下意愿书做调查 并同步召集专家讨论 带来新闻聆听燕怡玲台北报导